3月22日,有网友在社交网络爆出吴梦达的遗产分配情况 爆料中称吴梦达的现任妻子分得2500万 五个孩子每人分别分了500万元 此前就有消息称吴梦达的遗产将会分给现任妻子侯山燕一半 其余分给子女 据悉吴梦达的财产有5000万 和爆料也对得上 不过之前田几文在受访时也曾透露 吴梦达的财产并没有想象得多 称他一向乐善好施 没有存钱的习惯 所以并没有留下太多的遗产 吴梦达已经去世近一个月 围绕着吴梦达的相关话题仍引起热议 吴梦达的儿子吴卫伦 就因为接受采访时被拍到面带笑容 遭到了很多网友的网络暴力 因为吴梦达的骨灰安葬在马来西亚 也遭到了很多网友的不满 实际上将骨灰安葬在马来西亚 正是吴梦达的遗愿 原因是吴梦达的家人 都在马来西亚生活 安葬在马来西亚方便家人祭拜 吴梦达的遗愿都在为家人着想 没想到家人却遭到无知网友网报 喜欢就订阅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